特斯拉三款车型即将问世 大师三部曲将引领下一阶段的股价爆发 hello大家好,我是Alan,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这两天在Travel更新不太及时 现在也是在酒店里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在一个卫生间 这个光线还不错 马斯克终于把他去年3月份许诺的大师计划3完成 落实到了纸面上了 我们在这个第239期的视频里也有所记录 当时做了一些猜测 现在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和当初的梦想是否一致 这期视频如果你仔细看里面的商机抓准了的话 那可是价值连城 能看懂的人就不需要我多说 现在后看好运不断 值得指出的是 特斯拉之前的两个大师计划1和2 都是马斯克亲自撰写的 写的时候多少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感觉 按照当时写的时候的世界观 真的可以当作科幻片来看了 因为是计划嘛 也可以称作为这个蓝图 都是对未来的一种愿景的一种猜想 多少呢都会有一点不切实际 也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呢 马斯克却让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 像这个科幻片一样的蓝图 一一兑现 或者呢正在实现 由于这些大师计划的实现和落实呢 特斯拉的股价也是水涨船高 虽然短期的波动呢巨大 但是长期来看呢 都是符合这些计划的长远目标的 所以大师计划第三步呢 也有着跨时代和指引未来 五到十年甚至更久的重要意义 就像一些大的基调的一些奠定啊 也许短期看不出什么 但是长期来看方向是不会差的 带着这个背景之时 我们再来看个这份指引特斯拉未来 还有影响长期股价的大师计划三吧 这个大师计划三呢 一共有41页的PDF 在特斯拉的官网是可以看得到的 标题为为整个地球提供可持续的能源 标题呢 已经直接奠定了全篇的基调 特斯拉的使命呢 也是在不断的完善 不管你之前称之它是一个电动车公司 还是这个科技公司 但是呢 在未来的这一阶段 它自己定位为能源公司 但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能源公司 你可能一个卖灯泡的 也可以管自己叫能源公司 马斯克口中的能源公司 可是要给整个地球提供可持续能源的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目录吧 清晰明了 先阐述了为什么现在的能源经济是被严重浪费的 并且呢 给出了六部详细的计划 来彻底摆脱化石能源 这些呢 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 我们大致高度总结一下 第一步 利用好已经有的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网 第二步 将燃油车转化为电动车 第三步 将特斯拉现有的热泵技术 嫁接到住宅上 商业上 还有工业上 第四步 将高温传输和氢气生产变为电力驱动 第五步 为飞机和船舶提供可持续的燃料 第六步 制造可持续的能源经济体 可以看得出 这六步的难度系数呢 是逐步升级的 好消息呢 是我们已经在进行当中了 好的开始啊 是成功的一半 整个宏伟的计划呢 其实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也面临着很多的挫折 不过呢 有了这个可执行的计划以后 事情呢 就变得清晰了许多 接下来呢 是通过建模模拟出一个 完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 里面包括有太阳能 内陆的风能 海上的风能 氢能 核能 地热等等 并且附上了建模的结果 分了指线美国的部分 还有包括全世界的部分 以及运输行业的 所有电池的结果 包括呢 只有车子 还有车子 加上飞机和船 以及整个世界都推广开 是怎么样一个结果 这里面呢 一个表格展示了特斯拉 接下来的三个重要的产品线 大概符合我们之前视频的预测 第一个呢 就是Compat 就是紧凑型的车子 体积比较小 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2万块钱左右的 这一个小型车 将会使用这个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的尺寸呢 是53千瓦时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符合低能度电池的短途使用 对于那些稍微远距离一点 或者功能性的车子呢 将会使用以涅为基本的电池 也就是特斯拉自己的这个4680的电池的技术 现在的Model S Model X 还有未来的这个商用 民用客车货车 都计划使用这个电池 电池的尺寸呢 大一些 大约为100千瓦时 第二个新车型呢 就是货车 迷你万 或者是像国内的这个什么 阿尔法呀 拉货的小货车呀 都算着这一品类的层级 这个我们之前也预测过 也是一个不小的市场 我是非常期待的 接下来呢 是公交车 将会使用磷酸铁锂电池 大概的电池尺寸呢 是300千瓦时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 三百Truck的半挂车呢 用的是500千瓦时电池 所以呢 它将会是一个介于 Cybertruck和Cybertruck之间的 这么一个规格的车型 这个电动巴士的市场呢 也是非常的广大 不仅政府会出资 而且呢 会稳定的淘汰更新 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市场 这一共七种大致的车型分类 将会覆盖全部的陆地交通网络 和电车的需求 模型呢 也计算出所需要的电池的总量 很期待未来对整个计划的执行 和结果是如何的 最后一部分呢 提到的就是这个投资的需求 这张图对比了 从2022年投资 20年在化石能源上 所需的花费的费用 大概是14个Tillion 就是14万亿 但是全部投资到 可持续能源的费用呢 大概只需要10个Tillion 这是整个投资花费 按照不同品类的细节拆分 有太阳能板工厂的建设 有封闭发电机的工厂的建设 有这个造电动车的工厂 电池工厂 八矿 精电 热泵 轻能源存储 包括电池回收 等每一项的花费 也包括了他们最初投资 总投资的细节 以及计算方法 有些的同学 可以仔细研究这一页 这里面我认为 有着大量的商机 和未来的机会 不过呢 光有钱是不够的 也需要有场地 还有这个材料 巧复难为 五米之吹 这里呢 也有着大概的计算 还有模型的估算 包括每一种化学元素 已有的储量 和有所需的数量 都有着清晰的规划 这张图呢 还展示了人们固有观念里的一些偏见 比如说 这些造电池的化学元素 越挖越少 可能挖几天就没了 根本够不成 整个地球所需要的电池总数 像这个黑线所展示的 是人们认为的观点 然而实际上呢 是从2002年到现在 这个彩色的这几条线 才是实际探明的 稀有元素的数量 一直处于攀升的状态 那些说制造电池元素 不够用的 都是在耸人听闻 其人忧天 如果再加上回收的部分来说 那将进一步的降低成本 最终的结论呢 就是大师计划三 里面的这六部曲 无论是从金钱 具体的计划 每一步的可行性 地球自身的条件 等等 您能想到的 反对的意见来说 都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说 之前马斯克说 特斯拉是一个能源公司 并且呢 要将整个地球的能源 都用可再生资源替代的话 只是画了一个硕大的饼子 那么现在 这个大师计划三 就是从种小麦 到小麦脱壳 磨面粉 磨面 揉面 擀面 造锅 点火 刷油 一直到这个饼可以出炉 到你嘴里的这一切细节的执行手册 怎么样 看到这里 你兴奋了吗 这个大师计划三和我之前设想的一小部分的差距呢 我还是需要指出来的 比如说我之前预估大师计划三可能会包含更多的自动驾驶的内容 出租车的内容 甚至这个AI 包括这个机器人等等的内容 这里呢 并没有任何的展现 按照现在的聚焦点和需要这个优先级别来说 机器人可能要放到这个大师计划四里了 那么从时间上来说 可能至少要过个五年到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一时间无法比较 到底是能源市场更大 还是这个AI机器人的市场更大 如果硬要我分一个高低的话 可能一个是存量市场 就是要取代这些现有的化学能源的公司 另一个呢 是增量市场 是评工创作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对于这个大师计划三 还有特斯拉的新车型 都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 欢迎评论区与我们讨论一下 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制作不易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看完赞赞 标识完关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